9月5日 北京时间9月5日 目前正与麦迪、克拉和沃洛等人在卡塔尔参与篮球活动德卡美龙·安东尼 并没有忘记投身训练 作为火线队今下的低薪大手臂影员 尽管安东尼尽管还未与哈登保罗等队友正式会合 但在最新的一次训练中 钱瓜不忘穿上火箭队的训练服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火箭队官方推特就转发了安东尼的训练视频 并连发三个表情 尽管这不是安东尼今下的第一个训练视频 但这却是火箭队官方第一次转发 原因只有一个 安东尼穿上了一纽Huston Ricketts 标着和字母的训练服 格外勤演 目前火箭队中将已经大部分在巴拿马集合 准备训练营开始前的非官方集训 而这次集训是有球队头号球星哈登发起 上赛季他们在这里的集训 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今下同样如此 面对多名新员的加入 哈登希望这些队友的会合 可以让他们更加了解对方 更早的形成默契 以便在新赛季再次狠狠地打脸之一指的脸 在这次训练中 安东尼展现出了极为出色的状态 面对防守人各种中远距离投篮但无需发 犹如巅峰 如果新赛季的前观能够保持如此出色的状态 很显然 火箭队显然会让所有人惊喜 而这也是火箭队关推转发这个训练视频表达兴奋的原因 相信参加完卡托尔篮球活动的安东尼 很快就会飞回巴哈马与哈登等新队友会合 如果能够像上赛季哈登和保罗提前和脸培养默契那样取得效果 相信新赛季的安东套组合绝对值得期待 而下面 让我们来目睹一下安东尼在训练中的出色状态吧